依靠的意思 因为先前被弃舍离的佛陀走向邪道 我们没有遇到佛法呢 就是被舍佛陀 被弃舍离的佛陀走向邪道 现在要回转依靠佛陀的教导 走向光明的正道 所以只要是归于佛陀的人 但是归于佛 即为佛之弟子 不论是在家出家 就是成为一个佛陀的弟子 即为佛子 既然成为佛陀的弟子 修学 学佛修行 即应恒修此八种觉 就应的 就应当作业六时 恒常修习这八种 智觉觉他之法门 修此八种觉 延长于作业者 说到恒常在作业六时的情形 明其功无间断 说明他 这位佛弟子 深口一夜 所用的功夫 诵念修习八大人觉 没有间隔 没有断绝 不懒惰 不放异 不懈怠 所以明其功无间断 言至心者 说到用至诚心的情况 明其亲切真诚 说明他 这位佛弟子 十分的亲善恳切 真心诚实 他很真诚要修学佛法 言诵念者 说到口诵心念 能够背诵意念 诵念 明其文义纯属 这个纯 同于纯 三点水 为一个想用的详 同这个纯 隐身有浓厚的意味 说明他 对于八大人觉的经文语理 有精纯 浓厚的熟悉度 对于文义呢 很纯属 记忆不妄言 能记住 能记事 能够记事意念在心中 而不忘思 八大人觉 八种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 视线 结叹文中 为佛弟子 所自心诵念的八大人觉 这一句 四个字 解释 显现在第三课 结叹 总结 赞叹八大人觉 这一段经文之中 视线 结叹文中 第三课了 在结叹的文中 二 别名 即为八 即 出 无常 无我觉 科 第二 别名 即为八 第二科 个别说明 八大人觉 就昏为八段 即为八 昏为八段 出 无常 无我觉 最初 世间 无常 五蕴诸法 无我之觉 经文 第一觉悟 世间无常 国土为翠 世大古空 五蕴无我 生命便易 虚为无足 心事恶缘 行为最熟 如是观察 见离生时 第一觉悟 第一觉悟 在此之下 个别说明八大人觉 第一 首先觉知 四相非真 第一觉悟 首先觉知四相 缘起四相 缘起四相 不真实 四相非真 因缘 何何 所产生的 四间相 不真实 如梦幻泡影 明明碧 名而不媚 未知觉 明明白白 而不暗媚 不昏媚 叫做觉 知而不迷 未知悟 了知 而不迷惑 叫做悟 第一觉悟 世间无常 是这个字 世为千流之意 通于三世 这个世有千流的意义 通于过去世 现在世 未来世 千变流动 所以大佛顶首人言经 卷世说 世为千流 气世间 友情世间 都是千变流动 无常破坏之相 先说气世间 我们的依报国土 我们住的这个世界 气世间有成住坏空 成有二十宗节 住有二十宗节 坏有二十宗节 空有二十宗节 和谐就是一大节 气世间有成住坏空 友情世间 人生 我们这个身体呢 有生劳病时 都是无常 都是无常 世间无常 无常 具有两点的意义 第一 败坏无常 这个桌子呢 现在做好了 很新 很坚固 但是呢 经过时间久了呢 他就慢慢败坏 这个木头呢 浮烂了呢 整个桌子就不能用了 败坏无常 第二 念念无常 过去诸法 恍惚如梦 事有若无 如在梦中 现在诸法 犹如电光 好像闪电呢 所花出的光亮 闪电所放出的光明呢 这光呢 瞬间即逝 一瞬间就消失了 就不见了 变幻 变幻 败坏无常 未来诸法 如云呼起 未来的一切诸法呢 如同空中的云朵 忽然升起 本来呢 我们天空中呢 很晴朗 就是蓝色的 天蓝色的 忽然有云朵出现 忽然升起 刹那刹那 念念之间 不得停住 故约 世间无常 国土为翠 有情众生 所依止 安住的依报国土 弃世间 不安营 不安营 叫做为 华华经说 三界不安 犹如火宅 整个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三界之内 都不安营 犹如起火燃烧的屋宅 不安营 叫做为 国土为 虚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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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实 叫做 脆 成岔虚伏 欲如 朝露 有落 为成的 岔土 虚伏 就是呢 不坚实 比喻如同 早晨的露水 朝露 早晨的露水 太阳一出现了 很快就消失 无常坚云 假使庙高山 洁尽皆善患 大海山如笛 亦父有铺血 大地及日月 时至皆归尽 未曾有一事 不被无常吞 说到这个 活土为翠 无常经说 假使庙高山 庙高山呢 就是须弥山 假使须弥山 这么高大的山呢 洁尽皆善患 洁 到了坏洁的时候呢 坏洁将要尽的时候呢 它都善患 这个世界有成住 坏空 四个宗节 叫做一大节 到了坏节将要穷尽的时候 成节 住节 坏节 这个坏节呢 将要穷尽的时候 世间 有 本来是一个太阳嘛 这时候呢 先出现两个太阳 根据呢 根据呢 太阳我们就快受不了了 两个 两个太阳 已经很热了 七个太阳 同时出现的时候呢 须弥山 以及三千大千岔土 皆动燃起火 都起火燃烧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 都起火燃烧了 你要逃到哪里去 一切白骨草木呢 燃烧一切白骨草木 这时候呢 须弥山崩坏 所以说呢 假使妙高山 洁晋皆善坏 时间到了 我们就说到这里 回乡 远通寺位于埔里 三面环山 灵秀所中 堪称为清凉佛地 是修行之圣处 开山和尚 为圣诏老和尚 祖籍三东 俗姓潘 生于民国九年 十九岁 追随蛮国老和尚 到北京求法 后清净体境法师 二十二岁 一指出家 二十七岁 于湖北武昌 普渡寺受拒解 民国五十六年 师徒来台 五十九年 到普里观音山建寺 隔年旧大殿落成 季涛律师提议 以能言经根选择元通 入流城镇决 至修行要旨 决定四名 元通 作为十方南中道场 以持见宁佛为宗风 继任住持为果清律师 上果夏清律师 民国七十六年以后 相继在静律寺 德三寺 连音寺 义德寺 南普陀佛学院等寺 讲说为世 菩萨界 梵王金菩萨界 和比丘界 其间并数次闭关 专制弥陀 浅修波周三昧 律师是台湾持戒严谨 威仪具足的律宗大德 现任住持为信德律师 以至台南法王讲堂 上儒夏本和尚出家 为清宫和尚 逝者三年 随式研究戒法 为医至阿舍黎 护观三年期间 从每日诵时至官房外 即专心悦葬 早晚定刻念佛 日背诵金刚经一遍 如是三年 皆依比丘界法 菩萨界法行持 至今二十多年修行不错 法师深感界法之重要 犹如慈母善护行者 催福众魔 领得安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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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 001 195679 012 001 195679 护持护生 放生 超度 婴生 卫生 胎儿 银行账号 第四万 楼桃 写 中 下 012 1956 5 10 12 2004 1957 14 2 12 18 15 15 15 13 20 旧旧流浪的河沟 让你心中充满安 不让生命受苦 占来一切生命 生命便是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空中佛学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第二堂课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 龙树菩萨最重要的思想 八步缘起 八步中道 导师曾说佛说最深的法就是八步缘起 那在阿含经里面提到 缘起圣身 缘起的空极性 背负圣身 那在龙树菩萨 那在龙树菩萨讲到的缘起呢 它跟性空 二地平等观 所以缘起的空极性 背负圣身 那在八步缘起当中 它的缘起说明 跟传统佛教 有些不同 如果我们把缘起的说明 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阿含经里面 所说到的缘起 那第一阶段 阿含经所说到的缘起呢 是以友情为中心的缘起 第二个时期的缘起呢 是布派佛教阿比达摩说的缘起 那阿比达摩所说的缘起呢 它从友情世间 扩充到气世间 那这样的缘起的说明呢 大体上 它的理则 就是此故彼 这个此故彼呢 是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此无故彼无 此灭故彼灭 这样的此故彼的 因果理则 那这样的缘起 它也用顺逆十二支 也就是 顺于 轮回的 流转的十二支 无名原形 行原事 事原名色 六路处受爱 取有生老死 纯大骨聚集 还有逆生死流的 还灭缘起的十二支 无名灭 则行灭 事灭 乃至 生老死灭 纯大骨聚集灭 这个是在 阿含经 及部派佛教 所说的缘起说 龙树菩萨 大圣的缘起说 八部缘起 它是用否定的方式 不生不灭 不长不断 不依不易 不来不去 用 否定的方式 来呈现 诸法的实相 来呈现 缘起 性空的正见 也借缘起 性空 来 驳斥 一切斜见 龙树菩萨 的八部缘起 它破外道 破 小胜 只有的 这个学者 不过 龙树菩萨 的八部 宗道 它不是为了 论破而论破 它是 希望由 缘起 性空的 正见的 宣缩 让众生 由你转悟 能够止息 戏论 得到 极尽的 涅槃 导师曾说 佛说的 最深法是 八部缘起 为什么它是 最深法呢 因为 在 龙树的 中观学派 在大圣三系里面 它也叫做 性空为民 大家知道 为什么它叫做 性空为民吗 我们 我们讲到的 八部缘起呢 的缘起 性空 性空缘起 我们从 性空来看 一方面 我们要在 缘起当中 去体悟到 它的 毕竟空 一切法 性空 所以它叫做 性空 那一方面呢 又要在 缘起法当中 去了知 它是 假民有 所以 它是 为假民 在 缘起法当中 的 一切法 都是 假民而有 比如说 我们现在当人 某某名字 这一生 因缘近的时候 你如果做了 二事 轮回到三二道 你就到三二道 去了 你现在当人 是一个假民 轮回到三二道 也是一个假民 后来你又轮回到 三道里面 它也是 假民 所以 世间的 这一些 有为缘起法 它都是 性空的 为假民有 所以叫做 性空为民 我们说三性 性空为民 虚妄为事 增长为心 所以 我们现在要 介绍的 八步缘起呢 也 也就是说 要让我们 体悟 缘起法 当中 体悟到 它的性空 缘起 性空 性空缘起 一方面要 提悟 毕竟空的 性空 一方面 要 要了知 这个假民有 那 性空的 假民 缘起的 性空 在八步 缘起当中 开示了 佛的 这个解脱的 真实性 那我们 愚痴的 众生呢 因为不了解 因果 罪福 凡夫 波无一切 波无 因果 那另外呢 有人 不理解 缘起 性空 主张 三世 始有 有始法 生起什么呢 我 剑 跟 法 剑 那这一些呢 都是我们 轮回的根本 那 龙树菩萨 他 主要 思想的 特色呢 前面 有提到 他 能够 把 缘起的 油 跟 毕竟空 能够空有无碍 所以 在 他的著作里面 大致多论 也提到了 三法印 即是 一时相印 在龙树菩的特色里面 八部中道 空有无碍 升官 广行 刚才提到的 缘起 性空 他也把 阿含经里面的 空相 相印缘起 缘起 即是 空 足形 的 深意 表现出来 那 还有呢 呃 我们上次有提到的 缘起 空 假明 中道 中论里面提到 因缘所生法 我说 我说即是空 亦为是假明 亦是中道义 缘起的 即空 即假 即中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提到的 呃 我们众生 对 法的执着 有法执 对我的执着呢 有我执 所以 我们讲到的 四门不生 好 那在 荣素学呢 他有许多的 呃 生的 意理 比如说 前面提到的 大小贡贯 真 俗无碍 卑至圆融 空有融会 等等 那这些内容呢 呃 其实呢 在 八部 缘起 八部 中道的思想里面呢 也可以 呈现出来 那我们在进入 今天的主题之前呢 我们先 补充 几个内容 那第一个呢 呃 呃 我们会在 我们这份讲义呢 补充 荣素菩萨的 著作 前面提到说 荣素菩萨呢 他的著作 大略分成两类 一个是升官 一个是广行 其实他的 著作呢 呃 种类非常多 哦 那这边 呃 有稍微把它归类 两个图表 那第一个图表是我们 课本里面 还有汉义呢 提到 荣素菩萨的著作 那他大概有几类呢 他有破小圣 破外道 还有士论 比如说大制度论 还有石柱匹婆沙论 哦 他是试经的 试论 还有提到跟 呃 政治思想有关的 呃 的一个著作 那荣素的著作呢 他在汉义藏经的 昭和法宝总目录里面 在提到印度 朱润师的著作的时候呢 呃 他把 荣素的著作呢 大概归类有 二十四种左右 另外在 东北木路 呃 在藏义的 藏经里面 荣素菩萨的著作呢 更高达了 大概一百一十三种 以上 那刚才提到说 除了我们汉义 我们做了一个图表 在西藏 对荣素菩萨的著作呢 呃 有两位学者 呃 有做了一个归类 那一个是 马甲巴的分类法 第二个是 布顿 的分类法 这两位学者 那第一个呢 马甲巴 学者的分类呢 呃 他把荣素菩萨的著作 分成三大类 一个是 明音 第二个是 显果 那明音呢 主要是在讲我们 显教的 波罗密圣 显果呢 是在讲密教的金刚圣 还有第三个 就是两个合一的 共同追求目标的著作 总共分成这三类 那明音的 他又分成 呃 这个 政见的 第二个呢 是开示菩萨型的 比如说开示政见的呢 有七十空性论 六十如理论 回真论等等 还有 开示菩萨型的呢 他有 菩提资良论 荆棘计论 还有 呃 这个政见跟菩萨型 并重的 那显果的 呃 金刚圣呢 呃 他要提到这个五次地 这是第一类 马甲巴的分类 第二类是 布顿的分类 布顿的分类呢 他把荣树菩萨的著作呢 分成六大类 第一个是内明 第二个是密圣 第三个一方明 第四个是修身格言 他对民众啦 大臣的开示 那还有呢 公巧明 公巧明有这个 和和相法 在 在 那个西藏 他很注重那个 制作那个 那个香 还有炼金术 第六个是四论 好 荣树菩萨的著作呢 呃 非常的多 非常的深广 所以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图表 那 会 会上课之后呢 附在我们的讲义 另外 我们讲到的八部缘起 八部中道呢 是 龙树菩萨最重要的著作 这个中论 那中论呢 这一部论的全论组织 那我们也会做一张表 呃 给大家做参考 那 呃 我们前面也提到说 龙树菩萨呢 他有第二世家之称 他有大圣始祖 在印度 他有大圣鼻祖之称 因为 他是 印度大圣佛教的 极大成者 他的伟大前面提到说 他是空有无外的 中观者 就是我们这里要提到的 还有南北佛教的 中观者 大小圣佛教的 贯通者 前面提到呢 龙树菩萨是 八宗贡主 他在中国呢 他叫做八宗贡主 他为什么被称为八宗贡主 那这里呢 稍微跟大家叙述一下 那在 中国佛教的八宗呢 是 净土宗 天台宗 三论宗 华言宗 为士宗 律宗 密宗 跟禅宗 约列的分法是这八宗 那这八宗呢 都以 龙树菩萨为主师 那都有一些 因缘 我们先说第一宗 净土宗 净土宗呢 他是倡导 往生 净土 那净土宗的 出祖呢 是东晋的 慧远大师 那我们如果看 龙树菩萨的著作呢 第一个著作 石柱匹婆沙论 的异形品里面 有提到了 异形道 净土的法门 那 净土法门呢 道理简单 实行容易 可视为修学佛法的 方便捷径 所以龙树菩萨的 石柱匹婆沙论 有提到了 异形道 有提到了 净土法门 另外 在大制度论 卷 九十二呢 他也提到 如是等 佛土庄严 名为 净土 如阿弥陀等诸经中说 所以 在龙树的著作 也提到了 这个净土 阿弥陀佛的 净土思想 所以净土中 把他当作 祖师之一 第二个 我们看天台中 天台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被誉为 东土小世家的 智者大师 他的思想呢 建构出 天台中 那这样的思想 他上层 慧文大师 跟慧师大师 那 这两位大师 的思想 他跟中论 跟大制度论 也有关系 比如说 天台中的慧文大师 他主张 三治三观 还有慧师大师呢 主张 一心三观的 空甲宗 就是我们这里 会提到的 极空 极甲 极宗 这个宗论的一个 寄送里面的内容 那这些内容 都是由 龙树菩萨的 思想而来 此外 天台中 智者大师 在观心论 他也提到说 他自己是 归命 龙树师 所以天台中 也把 龙树菩萨 当作主师 第三个是 三论中 那三论中 是由 家祥 吉障大师 所开创的 那他的 三论中 的思想体系呢 更是以 龙树菩萨的 宗论 十二门论 还有龙树 菩萨的弟子 提婆的百论 作为他的 思想 依据 那第四宗 是 华言宗 华言宗 的出族呢 是 杜顺和尚 华言宗的 根本经典 是什么呢 华言宗的 根本经典 就是华言宗 那龙树菩萨 他的著作呢 十注 彼婆 沙论 就是对 华言宗 十地 十地品 加以注释的 所以 龙树菩萨呢 也被 华言宗 列为 祖师之一 那另外 韦世宗 韦世宗呢 是由 唐代的 玄奘大师 所开创的 那 韦世宗的 余协 余协 行派呢 他也推崇 龙树菩萨的 中观思想 因为 韦世的修行者 他们也认为 他们的思想 跟 波勒 思想 是有关的 比如说 在 韦世学当中的 三性的思想 骗济所执性 依他起性 原成实性 他们认为 他是从 龙树菩萨 恶地理论 开展出来的 三性思想 此外呢 韦世宗 所中医的 这个解身秘精的 韦世论点 那他对 二弟的理解 也认为说 跟 波勒 以及龙树的 思想呢 是相近的 此外 韦世学者呢 欧阳静武 他也认为 龙树的 思想当中 他也有提到 法相的一面 所以 韦世宗 也以龙树 菩萨呢 为主师 第六个是 律宗 在 布派佛教的 律典呢 后来也 传到 这个 中土 那 这些 律典呢 比如说 有布的律 龙树菩萨 也在 这个 有布出家 然后呢 大圣经 刚才提到说 龙树菩萨是 大圣经的 大圣经典的 极大成者 所以 在大圣 里面的 一些 律典 也跟龙树菩萨 有关 那在 深幼大师呢 他也将 龙树菩萨 视为 律宗的 西方 祖师之一 他把他 列为 第三十四代 祖师 所以律宗 也把 龙树菩萨呢 当祖师 第七呢 是八宗 当中的 密宗 那我们知道说 传说 龙树菩萨呢 曾开铁塔 向 金刚 萨多菩萨 请出 密法 那 他 请出 密法之后呢 密法 才开始 在人间流传 所以呢 龙树菩萨呢 理所当然 也是 成为 密教的 一个 主师 另外在我们 唐朝里面 有提到 开元三大士 字一的 金刚志 这个金刚志 他提到说 自己的老师 是龙智 那龙智呢 就是 龙树的 龙树菩萨的 弟子 所以 密宗呢 也以 龙树菩萨 为主师 那八宗的 最后一宗 是什么呢 为世宗 禅宗 那禅宗呢 把 这个龙树菩萨呢 归为 印度禅宗 第十四祖 那如果我们 看 禅宗的祖师呢 第四祖 道姓大师 他曾劝人 但念 谅念 摩赫 波罗 波罗 波罗蜜多 这是 波罗 师相 五族的 红人 那他也 普劝 身属 读诵 金刚 波罗 波罗蜜金 还有什么呢 六族 慧能 他也是 因金刚 金而 误入 所以 禅宗 跟 波罗金 之间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所以 禅宗呢 也把 龙树菩萨呢 列为 祖师之一 那这个是提到 龙树呢 龙树菩萨呢 他是在 印度被称为 大圣的始祖 大圣的 彼祖 在中国呢 他被称为 八宗的 共主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要 这节课呢 要为大家 介绍的 是龙树菩萨 最重要的 思想之一 八部缘起 八部宗道 前面提到说 阿含经跟 布派佛教 所说的缘起呢 他主要用 说明 肯定的方式 来说明 但是 龙树菩萨呢 这里 他用 破邪 来显正的方式 其实 我们这边 看到的 好像他用 破的方式 其实呢 八部缘起 有破 有利 那 破呢 就是破 众生的自信件 利是什么呢 我们说 信 空缘起 在 信 空当中 不理缘起 这安利了 在空中 安利 这样的 证件的一个法 那不论是 在我们 汉义佛教 或是 藏义的佛教呢 这个空证件 非常的重要 信空的证件 一切法空的证件 那 唯有 这个 缘起 信空的证件呢 才能破除 对 这个 法的执着 那我们对 一切法的执着呢 可以分成 两个部分 我们在进入 这个主题之前呢 我们先 知道说 众生的执着所在 那在 这里呢 龙素菩萨说 众生的执着呢 叫做 自信 执 自信 执也可以叫做 自信件 那自信是什么呢 自信呢 就是对 我们认知的法 认为有 常住性 独一性 自有性 实在性 不变性 独存性 自信呢 大概有三个意思 刚才提到的 自有性 独一性 跟 常住性 世间的 世间的有违法呢 其实 没有常住性 没有独一性 没有 自由性 世间的一切法 都是 因缘 和合而生 因缘 和合 而灭去 因缘 和合而生 因缘 离善 它就灭气 没有一个 常住性 没有 常住 不变 没有 独一性 没有 自由性 但是呢 众生 只有 独一 常恒 不变 那就产生 自信 质 凡夫对 法的自信呢 的这个 我执 对一切法 的我执 简单的 可以分成两类 就是对 吴运生的 我执 还有对 我以外的法 产生法执 也就是说 第一个有 我执 第二个有什么呢 法执 那对 我 产生 自信 有一个 使 使我 那对 法呢 有法执 认为有一个 什么呢 使法 但是 有没有一个 使我 跟使法呢 是没有的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 所讲的 这个八部 缘起 跟八部 中道呢 就是要破除 我们的 自信质 自信贱 破除我们对 我跟法 有时有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 我们今天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呢 为什么说八部 那八部呢 大概有 四对 那我们的 缘起 我们的自信质 那这个八法当中呢 它是 生灭 长断 意义 跟来去 那我们在 对生灭 长断 意义 来去呢 产生自信质 所以呢 第一对呢 是不生 不灭 破 生与灭 的自信质 第二呢 是 不长 不断 破 长与断 的自信质 第三个呢 是 不一 不义 破 一 跟 义 的自信质 不来不出呢 是破 来跟去 的自信质 那 只要是法的存在 它就是一个 限期 限期一定会落入 时间 空间 落入 时间 跟空间的法 它一定 会有 运动 好 所以呢 这边也会提到 自信质 它在 四个地方 产生 产生了 长剑 断剑 一剑 一剑 来去 子 生灭子 因为 我们有 这个自信质 对法 它是 假有 我们认为 它是 石有 它是 不便 它是 独存 那 产生的自信质 导致于我们 轮回 所以我们用 这四个 内容呢 来说明 这个叫 有时空洞 刚才提到的 八部呢 有四对 我们先说明 哪四对呢 就是这里的 生面 长段 意义 跟来去 之后呢 我们在最后面呢 会提到了 八部 这边是 生灭 乃至于 来去 来出的 说明 那八部 这里呢 它就说明 不生不灭 不长不断 不依不依 不来不去 的内容 那为什么会 可以用八部来说明我们的缘起法 缘起应该是生灭的 为什么我们在生灭当中要去体悟到诸法的不生不灭 这里我们提出了五说 清末论师 清辩论师 中国的古三 古三论师 月称论师 还有导师的说法 另外呢 在龙树菩萨呢 中论里面的最重要的祭奏 因缘所生法 我说几是空 意为是假明 意是中道义 的这个祭奏 它的四个内容 缘起空 假明 中道 缘起空 假明 中道 它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表 综合的来跟大家做说明 我们先看到 今天的主题 八部 中道的八部 为什么龙树菩萨要说八部 那 因缘所生法 因为 这个八部 刚才提到说 这个八个法 就是生灭断肠 一意 来去 来出 它是在当时 这个印度当时呢 外道系论的焦点 乃至于有所得的小胜 系论的焦点 对于这个八个法 有错误的认知 那 龙树菩萨为了破写显证 令众生转迷成物 所以呢 说了这个 大圣的八部中道 八部的部 是否定的意思 那个部是否定 那 要明了这个八部呢 我们要知道 所部的八式 那所部的八式呢 两两相对呢 分成四对 那一这个八部 它主要要说明的内容 就是缘起 那它开示了缘起的中道 所以我们说八部呢 有时候说八部中道 或是八部缘起 刚才提到 八部呢 分成四对 八部分成四对 那这四对呢 就是 不生不灭 第一对 不长不断 第二对 不依不义 第三对 不来不出 不来不出也叫做 不来不去 那我们说 有情的运动 我来这里 去那里 有来有去 这个出呢 也可以说是去的意思 那说这个 四对呢 刚才提到说 主要要破 生跟灭的自信值 这八部当中 它可以总破 一切的邪值 总破一切 错误的知见 那在略说的话 它只要一步 它就破一切法 你只要了知 一步的内容 就可以破一切法 那再说个更简单一点 你只要了知 世间的有为诸法 的缘起法 的任何一个法 比如说打比方好了 我们说人 现在呢 我们看到一个人 这个人有没有生起 生起了 死的时候叫做什么呢 灭去 他有生也有什么 也有灭 是吗 但是他有没有真实的生 有没有真实的生 是因缘和合而生 在圣意地来讲 他没有真实的生 如果真实的生 他就永远怎么样 他就永远的生 就不灭了 所以他的生 是因缘和合的生 有没有真实生 没有真实生 所以我们说他不生 是吧 所以我们在生当中 看到他的无自信 不生 既然不生 有没有不灭 就没有不灭 所以在生灭当中 离去对生灭的自信 在圣意地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没有真实的生 他是假名的生 没有真实的生 我们就叫他不生 所以呢 第一句不生不灭 在生灭当中 看到他的不生 既然不生也就怎么样 不灭了 那刚才提到说 法的生起呢 法 有违法呢 他就是一个存在 存在的法 一定会生起 有生 他就有灭 刚才提到说 存在的法 有生有灭 存在的有违法 一定落入时间 也一定落入什么呢 空间 在时间跟空间当中运动 那这个呢 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了 也就是说 我们存在的法的当体呢 法 有违法 他的当体呢 是存在 存在的法呢 他就是会有生灭 我们说存在的法 我们在 有违法在三界当中 也叫做三有 好 存在的法呢 就是一个有 所以在元祈法里面提到说 此有 故必有 这个有 也可以说是生的意思 所以此有 故必有 此生 故必生 有生 有生 就会有灭 有生 就会有灭 但是刚才提到的 我们在 生的当中 去了知 没有生 的自信 因为如果 有生的自信 他就一直生 这个自信 是什么呢 自信呢 是 独存的 是常住的 那这个生 会不会常住不变呢 不会 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 不生 所以从生当中 看到他的不生 从不生 也看到他的什么呢 不灭 所以 你只要 了知一个 就可以破 这个 后面的世主 所以不生不灭 破生已灭的自信值 没有自信的生 跟自信的灭 如果自信的生 有的话 死有 自信的生 他就会一直生 第二个呢 是不长不断 他是破长已断的自信值 那 世间是无常的 那我们对 这个有违法 产生常见 跟断见的自信值 也都是错的 不一不一呢 是破一跟一的自信值 不来不出呢 是破来跟去的自信值 那刚才提到说 我们有违法当中呢 有这个八法 那 这里荣树菩萨呢 他否定这个八法 那这个八个法呢 刚才提到了 他包含世间 最根本而最普遍的法则 那这个 普遍的法则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的 法的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生起 有生起就会有什么呢 就会有生灭 那这个生灭 他落在哪里 时间当中 过去现在未来 就像我们人一样 你如果以人做批语 人就是一个现起 生起必然会灭去 那生起灭去 落入在时间 落入在哪里 空间 那在这个时间跟空间当中呢 他